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來到第2個播放投資有道的時間, 昨天跟大家談過一份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份 有關體探美股後市的原因報告, 今天要跟大家談談10個股市不會倒閉的原因, 因為今天看到另一份報告, 基於之前《華爾街日報》那份報道, 來逐點擊破街頭的報道, 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究竟是不是呢? 又要請教Herry先 其實我們做這行的人, 也是一個長線投資者, 我們一般來說長線是看好的,一定是看好的, 短線《華爾街日報》也有看過他的文章, 他也不是沒有道理, 他也說了很多值得大家擔心的東西, 我想最主要大家要明白他的精髓就是解釋到 為何他的股市升來升去都不能升穿某些阻力位, 但是你也昨天走出來還擊他那邊, 也解釋到為何股市跌來跌去都跌來跌去, 跌不到一些重要的支持位, 也一樣的, 很簡單, 如果一間公司的每股盈利不斷地上升, 他們的派息率是不受影響的話, 大家想想, 你的錢投資了下去的話, 你每年都有穩定的息收的話, 沒有理由會大跌的, 大家只要想想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 好像Portus那樣, 一日升20-30%那些, 這些純粹要講大運氣, 講大炒作了, 所以我們也想帶出一點, 與其不斷地爭拗究竟是跌還是升的話, 大家就嘗試用我們傳統用一個好跌的方法, 這個就相對證明了是有效的方法, 就是大家看看你們的組合裏面, 究竟有多少成是債券, 多少成是現金, 多少成是股票, 如果當市是跌的時候, 你的組合裏面, 你會發覺到, 你的股票, 因為股票縮了水, 你的股票, 他們的百分比會跌的, 你也趁這個機會, 是將你手頭上, 你可以加一些現金, 或者沽出你自己的股票裏面, 沽出你自己的債券的成分, 將它的股票成分, 也是趁低買一些股票, 是將它的成分, 補回你原本先頭你想做的成分, 譬如你是五成股票, 五成債券的話, 你會發覺到股票跌到四成半, 相對來說, 你的債券就去到五成半, 你會將五分之五的債券放出來, 放回股票裏面, 這個我們所謂的asset allocation, 大家都聽過了, asset allocation其實是非常有效, 亦都證明了, 是實會長線是會活動的, 因為為什麼呢, 這也是以最低的風險, 亦都可以做到長線最好的回報, 即是在那個資產的組合, 即是你流資組合上面, 來找中求勝, 沒錯, 亦都證明了, 你的組合長線的回報, 不是說你選中哪一隻好股票, 或者賣出哪一隻差股, 不是這樣看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債券, 以及你的股票成分, 究竟大家的對比是多少, 不過呢, 的確現在是有一個隱憂, 特別看到美國, 聯絕局方面, 其實, 昨天《華爾街日報》的報告, 就說, 聯絕局其實都是很緊張, 很方丈, 現在根本都不知道, 美國的經濟之後會是怎樣, 事實上, 的確是一個很大的, 不明朗的因素, 是嗎? 是的, 亦都有這樣的原因, 大家先要記住, 才有機會, 一些股票, 你心儀, 或者一些好一點質素的股票, 你想發覺它很貴, 想買很久, 終於跌到一些價錢, 你覺得已經可以考慮一下, 亦都一定要記住, 大家記住, 永遠都是, 人家極路方張的時候, 你只要, 當然一定要做分析, 不要默默然, 將錢這樣跳進去, 你做過詳細分析, 做足功課的話, 應該來說, 我們覺得, 貝爾市場這個紅市, 其實從一個長線投資者來說, 永遠都是我們的朋友, 嗯, 再看回, 其實現在, 美國有很多出來的經濟數據, 都不是太理想, 特別在失業率方面, 長期都維持在, 即是九點幾%, 分分鐘, 下個月, 即是十個百分比都可能正在, 是吧, 如果這個就業的情況, 不改善的話, 始終, 那個經濟都很難, 即是再次很明顯地復甦, 我相信, 也都對股市有些影響, 這個肯定是, 不但只會影響到股市, 也都會影響到, 可以說, 資源的價格, 因為你都是油價, 你都不會說, 好得去哪裏, 不過大家, 亦都不受得太悲觀, 因為, 美國, 沒錯, 這一浪, 他們是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甚麼叫結構性, 很多走出來, 例如政府的負債太多, 也都看到個人的負債太多, 個人的工作, 因為公司要每股營利要提高, 亦都是結構性, 將一些工作, 從今之後裁出去了, 這些事情, 真的要慢慢時間去做, 不過, 不要忘記, 始終來說, 我們亦都有亞洲, 有些新興市場, 其實經濟發展是做得不錯的, 那麼, 在中國的經濟, 在新興市場的經濟, 的比重量越來越多的話, 這個亦都是, 可以說, 環球股市另外一條生路來的, 即是, 可能就是一些, 本來, 主要是主力投資, 在封美洲的一些投資市場, 可能呢, 將一些資產可以轉移, 去到, 即是一些亞洲地區, 或是新興市場, 這也是一個板塊的, 亦都是我們所說的一樣東西, 亦都不要說, 去時間邊, 市場會做得好, 因為呢, 一個正常的, 一個健康的組合, 你不可以說, 完全都擺放落花味酒, 一定要擺放一些在海外的, 那麼, 大家都可以重新看看, 自己那個資產分配的情況是怎樣, 有需要的時候, 亦都可以和你的投資顧問, 研究一下, 那麼這個時候, 也要結束今天的節目, 多謝大家收看明天同一時間, 早上九點鐘, 繼續有財經360, 再見, 拜拜!